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节奏明显就比别人慢了很多 还有一个重点 可能还有很多伙伴不知道 黑豹的大招是可以被瞬移完美回避的 只要在黑豹大招快运动的瞬间按下瞬移 那黑豹就只会铺了个空 这是黑豹的第二个知名缺点 所以如果要黑豹重返地表 我建议官方将黑豹重置成三级英雄 可以将暈眩与位移技做个结合 或者是伤害技与位移技做个结合 必须要让黑豹在四级的时候就有大招可以使用 这样才有机会与其他的大眼一样 可以在前期待节奏 帮助队伍建立优势 其实刷野的速度很快 而且因为有被动减伤的关系 好像也不太掉血 这么一来的话 很有可能可以玩一个直上双刀的体系 有机会我们再来试试看 这一局我们先正规出装 下一次我们再来尝试直上双刀的套路 下次一定 这家伙是往上刷是不是 那我们来抓下路吧 逼出两个顺利 好像也只能这样 神威雷神假装跑线 这个蹲点还不错 逮到你了 又是顺利 那也没办法 谁叫我们四级没有大招呢 来抓一下灭霸好了 拿走 好多人 对不起 嘿嘿 送头 何必呢 这只黑猫猫这么可爱 你要这样穷追不舍 摸不到 完了 打到底了 这没救了 一换 没有鞋子摸不到 没有鞋子摸不到 绑得不错啊曼迪斯 先放倒一个 拉开距离观察一下 我们并不是那种持续输出的打野 要就是一波流 所以要掌握好那个进退场 刚刚那灭霸已经没有血了 他一定是去找野怪回血了 所以这波他大概率是没有制裁的 只要确定对手没有制裁 这个就是直接吃了 不用有力了 这个神尾雷神会玩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刚刚在下落船战的时候 神尾雷神是先把中路线推掉后 直接卡在敌方野区的位置 他想要蹲百光花火回线 但后来发现 百光花火都没有回中路的意思 他又再推了一波中路兵线 接着来参加黑豹战 他这样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百光花火非常的积极跑线 但他其实现在非常的穷 他现在在中路至少亏了三波兵线 而且又输掉了黑豹战 虽然他很努力一直往下落施压 但其实对整体的战况来说 没有太大的帮助 反而是让这个神尾雷神不断的一直肥 而且这个中塔还要掉了 这边就蹲蹲看卡他回去的位置 唉呦聪明喔 选了一个最安全的路线 进来蹭个塔前 然后撤离 我们的目的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再抓一波下落 暈到后拉开一下位置 避免被曼蒂斯反绑浪费时间 不过我是觉得他的大招应该在冷却 不然他早就绑了 我打了八起进攻的灯号 但其实我是要反野喔 他们以为是要月塔下落 大招人却还没好啊 我不想去下落浪费时间喔 而且中路线回推了 必须先清线 哇这边又发现找死了 2技加瞬移 带走 有炮车 转烂 我们成功的守护了上路的防御塔 而且口袋也是转宝宝的 舒服 新一代老六大师 2技3技1技大招 不给他时间反应 K爆的大招还有另外一个效果就是 无法被选取 也就是会有短暂的无敌时间 这个无敌的瞬间 只要使用的好的话 是很破坏对手进攻节奏的 这叫做三角猫的功夫 真糟糕啊 我们的神威雷神断线啊 大哥我帮不了你啊 反正人没了 我们就逛一下商店吧 上个永恒之枪好了 有计划好像是这么说的 绝对不会有人一直在那边蹲 除了老六 靠腰那是要蹲多久 妈呀 蹲到对手五个人都集结啦 逮到一个 拉开距离 拉开距离 来追我呀 来啊来啊来啊 哦这个还叫瞬移 别闹了 小猫咪是你们能追得到的吗 更别说我是一只黑猫猫 刀六无所不在 想不到吧 大招 双杀 恩 你怎么在这 人家是草丛有盖伦 你是草丛有雷神啊 你是草丛有雷神啊 黑猫猫来啦 想跑 猫爪 这什么伤害 这应该是他打的吧 好痛喔 老六无所不在 就是你啦 猫爪 这一局对手软皮太多啦 除了雷神所有之外 所有的英雄我都可以秒 所以说啊 在对手这种软皮这么多的情况下 黑猫猫还是挺好玩的 猫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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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猫爪就是找死啊 滑到我脸上来 猫爪 報告这个游戏的你的新竹病毒 他的意思应该是敌爆猫爪啊 確实啊 他玩的太送啦 哦 队友在老六就没找我 哈鸡 好乱啊这些人 哈鸡 哇!就你特別硬 也對啦 雷神說有開啟大招的時候 雙方是會獲得提升的 打不穿也是很正常的 遊戲 結束 幾技 以刺客的定位來說 黑豹的技能組看起來真的挺優秀的 但偏偏是個6級才有大招的英雄 而且無論是一技二技三技 技能的後搖硬質都太大了 如果這些動作能夠優化 那或許黑豹還是能夠回到地表呼吸的 就現今的環境來看 也就只有後熊位有機會出場 抓些雙射手陣容有時候還是挺舒服的 不過通常是不會想起這隻英雄的 除非你對他特別有愛 那本期就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睡大 我們下次見 畫面 母帽子 請